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3日 刚才看到了海外的疯狂网 发表了一条消息 讲到了这个周江勇 这个说老虎周江勇被擦后 浙江披露的几个关键信息 这没什么新意了 关键这个新意 新意思是什么 就最后 最后这边竟引用了什么呢 蚂蚁的声明 8月22号晚上 蚂蚁集团发布声明 网传相关人员 入股蚂蚁集团 为不施谣言 这已经足证 昨天本人的分析和预测 对不对 这我看了以后也挺高兴 可见就是 网传的有关周江勇 也就自江新军这些人 落马的原因 是有一个女的律师举报 其实不是 就是在北戴河会议上 习近平遭到了元老们和新的权贵 主要对立派李克强 胡春华等他们的反击 由于李克强和胡春华比较连接 所以他们大获胜利 习近平不得不挥了一间马苏 切割一下就抛出了周江勇等人 一家三四个贪官 这说明灯下黑 如果大家不信 再看看严正生命内容 我不去讲的 我要讲什么呢 就是反腐败是一场 什么内斗 表面讲是什么 连接奉公 表面是你整我我整你 习近平讲得非常好听 好像他是本身连接 实际上并非如此 那么有人会讲了 那么赵乐际 现在是中纪委书役 他听谁的 他肯定是根据 上层的内斗的一个大体的趋势 过去抓的大部分 都是不忠诚于习近平的 现在也抓一点自江新军的 象征性的因为习近平 还没有彻底的挫败 受到一定的挫败 这个必须是穷士的分析 就是这一两天的动向 看出来了 那么这个由于周江勇 周江勇这一批自江虚拟 昨天被抓 网络上纷纷议论 习近平也是心里很不爽 开始反击 今天又看出来了 大家今天看看 中纪委的网站 今天一下子发表了四篇 反腐败的贪官的文章 你看 大家仔细看一看 这四篇文章 广东 广东省警官学院副院长 范孝辽 接受审查调查 你不用看内容就知道了 都属于胡春华工作的下属 广东省政法委员专职副书记 陈文敏 被开除党籍了 这也属于广东省的 这个肯定不是跟胡春华有关 也是和汪洋有关 都是反而是对地派的 你再往下看 更诡异的最重要的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公司 党组成员刘福建 接受审查调查 这个又抓了一个贪官 但是这个贪官是国企大老板 是什么呢 是烟草行业的 这就说明什么习近平急了 以前我曾经讲过 习近平 绞尽脑汁 搞的反腐败 针对李克强 但是李克强太连接了 他在河南 以后还在辽宁 抓不了把柄 所以习近平没有办法绕个弯 针对李克强 弟弟李克明 李克明就是烟草行业的领导 这可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以前我曾经讲到 李克明是 1978年到80年安徽清工学校学习的 他是中转省 毕业以后 先到了安徽省合肥市永康食品厂当干部 然后82年就调到烟草行业了 先是安徽省烟草公司生产技术处 任科技干部 然后一路就排升 刚开始到了86年 是安徽省烟草专卖局主任科员 91年就是处长了 安徽烟草专卖局科长处长 94年出任烟草专卖局生产调度处处长了 又升了一级97年 你想在江泽民那个时代 挂职担任河北省烟草专卖副总理 副经理 98年是国家烟草专卖局计划师副司长 但是你对应看一看 这个湖南新投案刘福建 也是中烟的 只不过他在湖南 你想烟草行业 大家都知道这是条条管理 自上而下的 肯定互相之间都有 交集都认识 这个刘福 刘建福为什么投案就听到疯声了 说烟草行业开始大整肃大抓捕 其目的是要整李克明 然后震慑李克强 你不是你不腐败 你心中你弟弟 你弟弟有事 我过去曾经讲过另外一个典型的 就是山西省烟草专卖局 已经退休的女局长李泽华 这个李泽华从明了 就和到武汉去自媒体报道的李泽华是一样的名字 但是这个人是一个官员 已经被抓了 现在快两年了 还没判 他就是李克明的任职的时候的下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中共的中纪委正在玩 玩李克强 绕道玩 建制李克明 那么李克明呢 他是2000年以后 他干的是最风尘火起 因为什么呼闻时代 李克强走红 他当了联炒专卖局 经济运营司司长 02年计划司司长 03年副局长 15年竟升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视会主席了 副部级了 分管08办公室 08管什么呢 管国电集团 管神华集团 又管中国承通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矿业集团一公司 就分管这么多的国有企业 不要忘了 国电集团前天才出事的 说抓一个副总经理 现在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 大家去看吧 也就明显的看出 现在他们习近平的派系 正在千方百计 绕来绕去的 孩子在琢磨着 怎么能干动 李克强 斗得非常的激烈 那么这个叫刘建夫的这个事情 明显的就是要在烟草领域里开始挖地山石 找找看看有没有给李克明送礼的 是吧 如果他能把李克明搞进去 那他对李克强很大的一个震慑了 一乃通胞 是吧 腐败人人都有 你想在国企又担任烟草这个行业的领导 又后来当了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是吧 是否连接奉工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那么今天这个总继为这四连法 是吧 还有一连法 西藏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这个波珠 波珠被抓 这个爬珠被抓 什么意思 就是他也是胡春华当年工作过的地方 是不是 不是胡春华 也是这个胡锦涛工作过的地方 是吧 这肯定是大小湖的一个领地了 这是一个少住民主的干部 你看这些东西明显不就指向 这个共青团派吗 是吧 开始大反击了 意思你在北戴河上 你风高浪急 你和这些老干部们 就跟整到一起了 是吧 整到一起来 把我搞得灰土土脸 让我失去了我的弟兄周江勇 是吧 等等 打开了一个缺口 我现在开始反击了大洞 你可见中共党内习近平这个派系 和自将新军和共青团派 以及其他的派系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斗争的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中纪委离弃的 就是反腐败了 忽悠老百姓 因为你反腐败这个大得人心 你要如果说像毛泽东的时代 说是搞这个 什么这个路线斗争 人们都不相信了 都说你是内斗 因为文化大革命 人们宣传的比较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这个路线斗争已经搞臭了 你在用路线斗争方式整这个队里面 根本没有市场 但是呢你通过反腐败 老百姓搞形啊 而且打掉一个官员以后 还可以把自己的人马按得上去 继续腐败 为什么官员都爱上 还不是因为有权吗 有权可以捞钱 捞色 捞吃喝玩乐 过着穷射机遇的这个生活 别听讲的那么好听 所以他们之间的争斗非常诡异 这一两天 斗争非常的激烈 你们要如果说不相信我讲这 你们今天就把中纪委网站 这几个案子仔细的研究一下 我是大概看了一下 因为每天这个信息铺天盖地的 耗入烟海 这个我们只能不可能 这个穷尽每一个角落呀 这些信息都提供大家参考 都是一家自言 我再次声明 我没有任何的信息来源 没有他们像他们年轻人那样 可以从国内拿到什么消息 我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我上述都是我的猜测 不一定准确 仅供参考 那么今天的韩发七餐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